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聽說你很難受孕 不是很難受孕 我很容易受孕 但是我完全留不住 就是一直流產 要不然就是心跳停 要不然就是 那個血紅素一直驗 越驗越低 然後還有一次是子宮外孕 子宮外孕有生命危險 對啊 而且那時候甚至 我老公的阿嬤 還來跟我講說 我以前 古早以前有個朋友 醫生也是這樣講 可是人家後來孩子生出來 你不要去處理 子宮外孕不要處理 他說搞不好醫生錯 就是這樣子很離譜 結果後來就是被他拖到 我去的時候 本來醫生的醫術很精湛 他說我可以幫你把小孩弄出來 結果那一次胚胎已經太大了 就疏軟管就切掉 就沒留住 切掉以後就變得真的很難受孕 對 那你留了幾次 最少十次 這麼多 對 結果後來我第一胎才知道 我子宮頸也必所不全 留十次的算很多 很多了 這對母體有沒有影響 當然會有一些影響 不過如果是習慣性的 像像女童的這種 大概就是 他就自動就像出血 像一次月經一樣 可能沒心跳了 他就流掉了 或者說停掉 沒有 我都是做手術清掉 已經可能沒了 但是就出不來 就會 手術也是一種 有種是自己會流掉 對 但是這一定都會 對母體會有影響 我還曾經去非常權威的婦產科 去看 然後他就問我說 流產過幾次 然後我就跟他講 那講完以後 本來我陪我去的朋友 還在嘻嘻哈哈 我在跟我玩 結果醫生就突然 對他後面那些實習醫師說 你們看吧 不自愛的結果就是這樣 不自愛 他不懂我為什麼輕功 然後他就問我說 手術大概做幾次 我就說大概快十次 他就說你們看到沒有 這就是不自愛的結果 這個才過分 我朋友馬上笑不出來 然後出去就對我老公說 你要對他好一點 你知道他受什麼侮辱嗎 他是算慣性流產 對 習慣性的流產 對 那剛剛那個 雨桐講的那個 其實有的真的 他不是說 因為畢竟會這麼流產多次的人 大部分就是年輕 可能就是懷孕很多次 一直在墮胎 年輕女生 可是每個人背景不一樣 像這種我們都會問 是什麼原因 如果你是想要留小孩 想要生小孩 可是每次都是 就沒心跳了 每次都這樣 但是現在很心酸 對啊 又聽到這樣 對 因為你不是這樣子 被人家講這樣 你當然心理上 一定會有那個 我好難過 當然難過 超難過的 是是 那你跟老公也一直都沒有放棄 說二零零零七年懷了兒子 這一次就很有希望 那一次就是心跳保住了 對 我開心得要命 然後還很囂張 因為那時候剛開始有美國生 你在美國生會有那個身分證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讓你在那邊等著懷孕 然後三十八週會帶你去生的 如果剖保就三十七週 對 然後你在那邊生就有美國身分 然後他還會每個禮拜 帶你出去 shopping這樣子 我還簽了那個代言 所以我要過去 結果沒想到就在那個 有一次人家在錄影 就錄一錄 我覺得我的下體 有那種月經要來的感覺 就是月經要來那種痛感 然後他們就說 那你要不要緊 我說不知道 他們說那你去醫院看一下 那我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還在跟我開玩笑說 有分泌物嗎 我說有 他說有一碗水那麼多嗎 我說沒有 還有一湯匙那麼多嗎 我說大概 他就說那你上去我們來看看 結果我腳一張開 他臉色就大變 他就說駕救護車 我說怎麼了 他就說我給你看一下 然後他就給我看 小孩子好好在肚子裡 我看起來是這樣 還在吃手指頭 他就說 他掉下來了 掉下來了 對 我說哪裡 他就說這一部分 他就用那個 他就說所以你這個要去拿掉 我說什麼拿掉 他在吃手指頭 然後他就說 妹妹你這個保不住 他就寫了一個台大的醫生的名字 他說你現在趕快去 看他有沒有辦法救你 但是我看你這個是保不住了 我說什麼意思 然後他就說你就不要動 然後就叫救護車來 然後我就坐著救護車去台大 因為我本來是去那個 很知名的婦產科 他說這個手術我沒辦法處理 你趕快去台大 然後到了台大 他指名的那個醫生看了 就說這個沒辦法救 不接 那我說到底怎麼了 然後因為一直在看超音波 就小孩就還是在活動那天 我說他好好的 我為什麼要不生 結果後來他們就說 你先頭下腳上 就整個是這樣斜的 我就躺了 躺了整整一天以後 他們再看就說 就有另外一個醫生說 不然我還做做看 但是我先跟你講 因為你這個孩子已經很大 我們沒有辦法給你打麻醉針 因為這個手術過程有多長 不知道 那照理來說 這個麥當勞手術是很快的 你就 而且子宮是沒有痛肌 還是說肌肉 子宮頸比較沒有神經 對啦 沒有痛絕 他沒碰感 他講了一個名詞 他就說所以我們 媽媽你加油一點 我們就是活活瘋 你看嗎 就什麼 行著瘋 那你什麼東西要割開 為什麼要瘋 不是 是我的子宮頸他鬆掉了 那現在那個 陪他滑這樣子 那我躺了一個晚上 他進去一點點 他就說他現在就這樣瘋 要把子宮頸瘋 瘋起來 有一個手術叫麥當勞手術 然後他就說 但是因為太大了 因為像M這樣 所以像麥當勞手術 然後因為太大了 我怕這個手術 有什麼東西 會小孩子有什麼問題 所以你能不能撐一下 手術會很快 不麻醉 不要麻醉 對身體不好 對孩子不好 然後你能不能撐一下 結果我就說 當然可以 我說孩子可以留下來嗎 他就說可以 那我就說那就坐 然後進去 什麼沒有痛肌 痛死了 那不是人在做的 痛到多痛 我指甲都折斷了 因為這樣子 因為他們給我抓 怎麼會不痛呢 然後可能我痛就自動公縮 好不容易縫完又爆開 然後 又爆開 爆開 然後我就一直 他們說媽媽你要不要 我說不要放棄 不要跟我講 我就是要做 再去換一種線 護士還要去掉線 然後我痛在那邊 痛到不知道 已經真的要昏了 真的這裡全部都是紫黑色的東西 然後再來活逢一次 然後出去跟我老公說 你老婆撐過癌了 我老公那時候就跪在地上說 謝謝 然後就抱著我好高興說 媽媽你做到了 你真的做到了 結果我就問護士 我說那我可以生小孩 他說可以啊 我說那我以後可以出去逛街嗎 他都說看狀況啦 也可以啊 所以我們就覺得成功了 就沒想到第二天深夜 我忽然覺得我尿醜 破水 對 洋水破了 對 因為你那個 他這樣滑進滑出 滑進滑出 然後我又一直公縮 公縮太痛了 那真的很痛 那沒辦法控制的 他就破水了 那我們那時候還很沒有水損 以為破水 孩子就會窒息 就一直按 叫護士他們趕快來 結果那天晚上有一個護士 有一個產婦大雪崩 全部的都去急救他 沒有人來顧我 我跟我老公就抱在那邊哭 一直說救救我們的孩子 後來才來了一個小醫生說 媽媽那個沒有關係 洋水不 我們早上再跟你處理啦 你現在不要一直按 不要哭 沒事沒事 我早上再跟你解釋 我們就這樣嚇到早上 然後他們才跟我講 兩個做法現在拿掉 所以雨柔 後來小孩子有保下來嗎 就順利生下來嗎 有 我有照片 可是我不敢拿出來 因為那時候就 就開始在床上躺 一直躺 然後養水只剩這樣薄薄一層 然後那小孩子就再也不會動 因為每天都要來測他的樣子 所以我躺在床上 整整兩個月 我不敢動 因為我只要隨便一翻身 就有水流出來 然後我就一直說 怎麼辦 然後他們就說補水 然後我就一直喝水 那問題是你是躺斜的 頭是低的 腳是高的 所以喝水很痛苦 然後飯也是倒著吃的 常常都從鼻孔噴出來 對 最痛苦是不能動 躺太久真的很痛苦 那全身骨頭不是你的 所以我每天 我最期望看到美容師來 洗頭髮 對 來洗頭髮 他來表示我就撐過一個禮拜了 對 所以只要後來我就知道 我就撐過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病房是沒有窗戶 沒有太陽的 對 然後我就很 所以你生在美國生 我哪有 我在台灣就掉下來了 我還去美國 就不用想了 然後就是在那邊 我躺在那邊兩個月 我們公婆沒有來看過我一次 都沒有 都沒有來看 沒有看 哇 對啊 然後我躺在那邊 然後破水 第二天醫生說 第一 拿掉 第二 你就是倒著躺 我們能養多大 養多大 對 就我躺 躺到二十四週 他們跟我說 你成功了 關卡 然後我們下午去打 那個肺部成熟針 我好高興喔 我就說真的嗎 他就說 對對對 打肺部成熟針 會安全 然後出去沒多久 我開始覺得 有尿道炎的感覺 我就拼命醫師 我要尿尿 然後拿來的時候 我整個那個尿道是 濁痛的 然後又沒有尿 然後我就這樣好幾次以後 就有一個 醫生就進來說 測一下他的尿 然後就測尿 然後我就開始發燒了 就開始大 就一直抖 那感染 對 醫生就跟我說 媽媽 因為你養水破 始終就是一個破 它就是個傷口 我們本來只是想 能撐多久 但是你現在已經感染了 你要生 我們 你努力自己生生看 可能就是想讓他肺部成熟吧 這樣 問題是我沒有養水 我生不出來 我怎麼樣都不痛 然後就沒有感覺 後來醫生說快點 就是快到載亂 把它剖出來 所以我整個 肺部成熟針沒有打 然後肚子 為了把它整個這樣爆出來 不要折到 孩子有多大 就割多深 割多寬 就這樣爆出來 然後爆出來 我看到 這其實成型了 就這樣小小的一隻這樣子 然後我就好高興 然後他們就讓我睡著了 我在醒過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老公 那個臉是很慘的 滿臉胡渣這樣 我說寶寶好吧 然後他就不講話 我說怎麼樣嘛 他就說 你不要去看 然後他們一直不給我看 然後我躺了兩個月 我也癱瘓 再來我剖腹 那個傷口好痛 但是我就一直跟人家說 我要去看 然後他們就幫我轉床 就是這樣轉起來一點 轉起來一點 然後那時候 他們還跟我說 世界上最營養的補品 就是母奶 媽媽你看看有沒有奶 我們餵他喝 就不來 然後每天晚上 臨時的嘛 所以我是住健保房 你就會聽到有護士說 來媽媽餵奶囉 然後就我小朋友的 那個聲音 然後媽媽在餵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哭到醫生說 這個太殘忍了 就幫他轉病房 不在婦產科也沒關係 就是別科有病房 讓他轉去 然後 有一天他們就來說 媽媽來跟你報告一下 現在的狀況 你這個小朋友 如果你確定要留著 他以後 絕對會 腦性麻痺 然後雙目失明 而且還會什麼 也失衝 然後你知道 你還要繼續留嗎 就極度重殘 極度重殘 而且還會很多疾病 是 全身癱瘓就算了 還會腦性麻痺 然後還會眼睛看不到 他說這是我可以跟你保證的 但還有什麼其他病我不知道 那這樣媽媽 你還要留嗎 我還沒有講話 我老公就跪著 他就說 我們很相愛 我們覺得我們會善待他 可是我們沒有權力 去決定他的一生 要這麼慘的過 所以媽媽我求你 我們放他走好不好 然後我就說 好啊 不然怎麼辦呢 我說一定會這樣嗎 醫生說絕對會的 我可以跟你確定的病 就已經很多種了 這個能活到幾歲 我也不知道 我就說好 那我簽 我就先放棄 他們就說 可是他已經是 24個月多了 24個禮拜多了 我們也不能殺掉他 我們現在 因為他那時候做的是 一個機器這樣這樣 一直打他在這裡 說要把他的肺打起來 就是因為這樣打到最後 他的腦開始出血 就是那個機器拍打到他出血 然後就 他說媽媽 我們現在能做的 就是把這個機器關掉 不要再拍打他 那其他的還是差的 好不好 我說好 然後他們就去關掉 那個機器 然後我就開始一直爬 一直爬 終於坐起來了 肚子才剛割開 我說抱我去那個輪椅 結果他們就抱我去輪椅 把我推到那邊 才推到門 醫生就出來說 媽媽你不要看 走了 他說我們處理好 再給你看 我說不行我要進去 他說媽媽你真的不能看 我說給我看 結果我進去一看 你所有能插的管 他都插上了 這麼小一隻 然後 整個層這樣黑色的 然後醫生就開始給他拔 我沒有想到 有這麼小的帽子 還有這麼小件的衣服 看到自己的小孩 他們把他血清乾淨 然後穿上去 然後跟我說 給我們相處一個小時 嗯 然後幫我們三個 拍了一張照片 嗯 對 所以我說我有照片 嗯 可是照片裡的他不大好看 嗯 是紫黑色的 了解 但我們兩個就是哭著 然後照了一張照片 嗯 有跟他講話嗎 有 我老公就說 因為我老公是在裡面 看著他走的 嗯 因為他的手指頭就抓住 剛好抓住我老公這隻手指頭 哇 就這裡而已 然後他就一直抓 他是有力氣的 沒有 他就這樣抓抓 然後 我老公就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記得 這是爸爸的聲音 啊 你一定要再回來找我 我是爸爸 你這樣可不可以 你有聽得到嗎 嗯 你一定要記得回來找我們 嗯 就我那小孩很神奇喔 他就忽然 哼哼 這樣 然後就一個砰 一個泡 然後就走了 哦 那你有跟他說話嗎 我去的時候已經走了 哦 已經走了 OK 我只是看到他們在幫他穿衣服 嗯 然後穿得好好 小小的一隻這麼可愛 這樣給我 有了解 結果我 當下我還沒有什麼情緒喔 因為我還是混亂的 可是回去房間後 我開始就崩潰了 我就一直說我要看小孩 然後我老公還為這個跟我吵架 他說不要看了 嗯 就在冷凍室 你不要看了 結果到第三天人家來收 收身體 然後說媽媽不能送 然後再從冰櫃拿出來 他變好漂亮 嗯 就好漂亮的一個嬰兒 他那個血都退掉了 嗯 然後就白白的 好可愛 然後我又拍了兩張這樣子 不過我請教一下王醫師 嗯 他剛剛講說子宮閉所不全 是 這是什麼東西啊 子宮閉所不全 他大概就是會有一些 像剛剛宇童講的 所有的症狀 就是完全照著標準流程在跑 就是他可能會有一些變異感 或者有一些要深的感覺 結果我們在超音波看 其實可以看得到 當然小朋友是好好的 那我們會看到在子宮頸下段 通常子宮頸閉起來是這樣子的 可是你會看在超音波上 可以看到子宮頸已經降開了 對那也可以去測量子宮頸的長度 那他通常長度如果小於三公分以下 就有風險了 所以他那個時候 那時候超音波看 他會看到小朋友真的都好好的 會動會什麼完全 他就在那個水囊裡面好好的 可是他下面門就開了 這個我們通常診斷就叫 子宮頸閉所不全 那一般在二十四週 二十四週以下 就小小週數 大部分都不大會救 現在最低可能救到二十二週 還勉強 可是這種很小週數出來 就會有一堆問題 像剛剛講 視網膜的病變 顱內出血 腸到壞死 這些都是新生兒早產 常遇到的問題 你都還沒有成熟 對 他這器官才剛要開始長 那你就讓他提前出來了 那他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剛剛有講到的那個 麥當勞手術 他其實就是子宮頸 就像你慢慢開了 那我們就是相當於去 像逢麥當勞的線這樣繞一圈 然後像那個 我們一般的那個袋這樣綁起來 把口關起來 好痛 正常 現在 那個可能是之前 現在都會麻醉 半身麻醉 因為我們之前也做過 因為你麻醉他才會放鬆 我們利用麻醉的時候 病人是不是醒著 因為你不能上麻藥 是因為你有小朋友 上麻藥會有風險 但是現在沒有那麼誇張 現在真的沒有 我們就會上麻藥 那麻藥媽媽才會鬆掉 但他是醒著的 那醒的時候也是這樣 頭低腳高 然後用那個 你一放鬆是不是 子宮就不會緊了 然後那個羊毛跑出來 沒錯 我們再用那個紗布 慢慢把它推進去 推進去他口就關起來 趕快用繩子給他綁起來 可是這綁起來會有風險 因為你在綁那個線的過程當中 那個羊毛可能在裡面 是看不到的 有可能會不小心去勾到 那勾到之後 綁好當下沒事 過一兩天就會水流出來 就破水了 所以有時候這個手術 有的時候 當你的子宮頸很薄很薄 或者當你已經跑出來 他真的會遇到這樣